在台湾中秋节就几乎等于是烤肉节了 尤其是这一次又碰上了四天的廉价 很多人都想出去烤肉 但这次碰到疫情 哪里可以烤 哪里不可以烤呢 其实各地方政府是自己决定的 首先带你来看最严格规定的地方 就是在台中市了 台中市是从即日起开始 只要是户外公共场所 一律都是禁止烤肉的 就算是在自家的旗楼 也不可以烤肉 那么如果说真的犯下了这样子的禁令的话 还会罚三千到一万五这样子的罚还 而现在可以烤肉在台中这边 只能在自己家里烤 并且还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 亲戚不能来 因为只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 才可以烤肉 那其他地方的禁令 现在大家很多人 其实都会在自己的旗楼下烤肉 但许多县市现在都禁止了 包括说云林县 当然也是限制在同住家人 并且只能在自家的庭院或者是空旷的地方 高雄市就直接是把旗楼给禁止了 并且各个公共场合都不能够烤肉 吉隆市则是把旗楼跟公共场合都列入禁止烤肉的范围 新北市不开放河滨 那么在桃园除了各个社团都不能够办联欢活动之外 在虎头山等地区观光景点也不开放烤肉 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地区就是台北市了 因为在台北市这边被认为说这样子规定比较模棱两可 因为现在台北市这边在河滨公园的部分是禁止烤肉的 联欢晚会也不开放 但是呢其实还是有这个室内80人 户外300人以上的上限 如果是符合这个规定的话 那么有梅花座隔板其实是可以烤肉的 但是柯文哲这边之前就说了 说太紧励去查民众有没有落实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边呢或许就是会有一个漏洞 是可以钻有一个灰色地带 那稍早之前副市长黄珊珊就出面表示 补充了说现在台北市其实可以烤肉 但是要戴着口罩去烤肉 并且呢肉要拿到家里吃 现在呢甚至有网友说 是不是这个烤肉禁令是可以钻漏洞的呢 我们透过下一张字卡带您了解 这是在PTT上面最近有网友就发问了 说烤肉禁令如果不是中秋节当天 是不是就可以不遵守了 还说呢是不是只有中秋节不行 这样子好像可以约了 是不是找到漏洞了呢 其实要各位观众朋友提醒 在各个部分的县市呢 他们都有规定说几日起是禁止 这样子的禁令 并且呢规定范围也是廉价期间 所以这样的漏洞是不能钻的 还是要依照自己所在的地区 去查相关的规范 什么你还没按赞 都几点了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好不好 东森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不仅要按赞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